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二月份的一天下午 我和一个小姊妹去传福音 十几个警察就突然冲了上来 把我们按倒在地 我第一次经历这个场面 心有些慌了 就不停地祷告神 后来 他们就把我们带到 县政府的一个大房间里 四个警察看着我们 我就抬头看了他们一眼 一个男警 上来就扇了我两耳光 又往我的肚子上 使劲踹一脚 我的脸火辣辣的 肚子也很疼 当时我二十一岁 跟我一起被抓的小姊妹 才十五六岁 他看我挨打 就上前护着我 警察就抡起拳头 往小姊妹身上砸 我就赶紧搂住他 旁边的警察 就狠狠地把我们给拽开了 以前我觉得警察 是为人民服务的 做的都是正义的事 没想到 警察竟然这么饿 连我们两个女孩子 都不放过 我就在心里跟神祷告 神啊 求你保守我 嫁给我信心 不管警察怎么打我 我绝不出卖弟兄姊妹 不当犹打 不背叛神 阿玛玫 晚上六点多 警察就把我 带到一个大院里 我就看到 有三十多个弟兄姊妹 被抓了进来 九点多 一个警察就审问我 你信神多长时间了 谁传的你 家里都有谁信 我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晚上 警察就把我押送到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 我就看到 一到道铁门 我心里很害怕 不知道郁警会对我做什么 我就在心里祷告 求神加给我信心力量 到了牢房 郁警就命令号长 好好照顾我 当时我不明白 郁警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之后 号长就让我 睡在地板上 大冬天的地特别凉 第二天天一亮 他们又让我光着脚 站在地板上 我的脚动得通红 就这还不算完 他们又让我 站在外面的风口处 不让我吃早饭 还让我趴在地上擦地 我这才明白 他说的照顾我 原来就是整治我 真是没人性 是 早上八点多 号长就问我认不认罪 我说不认 信神没罪 他就用手背 扇了我两耳光 后来 警察又多次替身我 我祷告依靠神 什么也没说 二零一三年的五月 警察就把我押送到法院 开庭时 法官就给我扣上 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 法官还问我有没有异议 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给我扣这个罪名 法官就说 你只有回答的权利 没有问话的权利 当时我特别气愤 宪法明文写着 公民依法享有 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是 我信神传福音 没有违法犯罪 却被扣上这个罪名 就连问话的权利都没有 这还哪有公平 哪有自由 是 别说是信仰自由了 就连最基本的人权 都被剥夺了 是啊 那后来判你多久啊 判了我四年 当时 我接到判决书的那一刻 心里很难受 我才二十二岁 还这么年轻 难道 这大好的青春 要在监狱里度过吗 后来我又想到 我在监狱里 待多长时间 这有神的许可 我不能发愿也埋怨神 得顺服下来 依靠神去经历去面对 我就不觉得难受了 感谢神 那和你一起背转的小姊妹 她也被判刑了吗 小姊妹被判刑十个月 连十五岁小女孩都判刑 这真是魔鬼 是 二零一三年的八月份 我被送到了女子监狱服刑 先是把我关在了教育队 玉警就逼问我教会信息 还问我认不认罪 我说不认 之后 玉警就安排几个犯人监视我 两个犯人就对我进行包夹 形影不离地跟着我 还不让我和姊妹们说话 他们就一直让我学习尖规 还对我洗脑 大谈进化论 我心里特别气愤 但是跟他们理论也没啥用 我就没搭理他们 后来 玉警又让犯人整治我 罚我早上一大早 把一大袋子垃圾 从五楼一直拖到一楼 垃圾袋又沉又臭 拖一次都得泪出一身汗 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干过 这么脏的活 就觉得委屈难过 当时我就想到一段神的话 你们要想被神成全 得学会在凡事上都会经历 在临到的事上都能得着开启 每临到一件事 不管是好事或坏事 都能使你得益处 不能使你消极 不管如何 你都能站在神的一边看事 不能站在人的角度上 分析研究 阿妹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不管什么事临到 都有神的美意 我得从神领受 玉警利用犯人整治我 就是想让我背叛神 我不能中他的诡计 不管警察再怎么折磨我 我也不背叛神 想到这儿 我就不觉得那么苦了 感谢神 感谢神 苦难还女领导也有深的美意 外表上开始坏事 但我们从神领受 一靠神去经历 就不觉得委屈消极了 两个多月后 他们就把我调到一个 专门洗脑转化的地方 对我进行全封闭管理 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小房间里 每天都有两三个帮教人员 对我进行洗脑 给我强行灌输传统文化 还让我看传统文化的碟片 看完后还得写思想汇报 我就写见证神的话 他们还给我一本书 里面全是抹黑教会的谣言 他们还说我 心神不要家 不照顾父母 没有良心 当时我特别生气 我就反驳他们 你们真是颠倒黑白 是你们把我抓到这里来的 我怎么在家孝敬父母 是啊 后来他们在我面前 说很多亵渎神的话 还逼我写三书 我不写 他们就辱骂我 还不让我睡觉 只要我眼眯一下 犯人就对我大声吼 后来有一个犯人 就抓着我的手 强行让我写三书 当时我已经熬得筋疲力尽了 心里有些软弱 就没有反抗 心里想 反正是他们握着我的手在写 不是我在写 但转念一想 神见察人心肺腑 我这样做 这不是随从撒旦了吗 是 我又想到神的话说 神在人身上 所做的每一步工作 在外表看到的 好像是人在与人接触 好像是出于人的安排 或出于人的搅扰 但是背后 每一步工作 每一件事 都是撒旦在神面前打的赌 都需要人为神站住见证 阿美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这个是临到 是一场临界挣扎 我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神都在见察 外表看是犯人 在按着我的手签字 但是如果我不反抗 这就代表 我的心已经向撒旦妥协了 这在神面前 就是一种背叛 想到这儿 我就用力地反抗 两个犯人 就用力地推丧着我 狠狠地杀我而过 洗脑班主任 还假装好心地 不让他们打我 犯人就说 你看看主任对你多好 别不识抬举 赶紧把三叔签了 我心想 你们天天折磨伤害我 逼我签三叔 还说对我好 真是无耻 是 紧接着 洗脑班主任 就在我跟前 说很多邪说谬论 一直折腾我到凌晨两点 我也没钱 他们越是这么折磨我 越让我看清了 共产党抵挡神的邪恶实质 那段时间 教员就经常讲 邪教的六大特征 第一是精神控制 第二是摧残肉体 我越想越觉得 这共产党才是最大的邪教 是 后来在写思想汇报时 我就写 你们天天给我强行灌输无神论 传统文化 逼我背叛神 这算不算精神控制 你们经常晚上不让我睡觉 故意熬我 这算不算摧残我的肉体 玉景看我写的 气得直接就给死了 感谢神 就你这些迫害 我们也对大功能才有分辨了 否则还真看不清他们的真面目啊 是啊 后来 他们又把我调到了生产主力队 在车间干活时 玉景就经常让组长给我加任务 我就只能拼命地干 心意一直紧绷着 渴得难受了 也不敢喝水 就怕上厕所耽误干活 就这样 也永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还常常挨罚 他们这不是故意折磨人吗 是 晚上收工回到监视 还得被罚站一个小时 有时候一大早 别人还在睡觉 我就被叫起来罚站 每次起来 都特别疲惫 困得都睁不开眼 玉景对我们信神的 管制得特别严 我们经常被折磨整治 连上厕所都得受限制 其他犯人请示去厕所 玉景就同意 我憋得难受去请示玉景 他就不准我去 还让我憋着 我一直忍到收工回监视 才能去厕所 这些玉景真是没人性 是啊 那时候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是啊 在那段时间 只要一有机会 我就和几个姊妹 在一起交通 互相扶持 还把那想起的神话 抄在纸条上 偷偷地传越 有一段神话 我印象很深 我们读一下吧 好 无论神怎么做工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 你都能追求生命 寻求真理 追求认识神的做工 对神的作为有认识 而且能按真理行 这就是有真实的信心 这就证明 你对神没有失去信心 你在熬练中 还能追求真理 能真实爱神 对他不产生疑惑 不管神怎么做 你还仍然实行真理 满足他 还能在深处 寻求他的心意 体贴他的心意 这才是对神 有真实的信心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给了我们信心力量 那个时候 就觉得离不开神 离不开神话 当时 我才信神一年 就恨自己 没有多读神的话 但是 没过多长时间 我们传递的神话纸条 被狱警给搜到了 从那以后 狱警对我们的看管 就更严了 干活的时候 狱警就安排几个犯人 包夹我 不让我和姊妹说话 还经常把我们的柜子 床铺都翻得乱七八糟的 二零一五年的八月份 犯人就举报 我和信神的人说话 狱警就把我送进了 小号关禁闭 小号 嗯 小号就是一个 长宽 大约三米的一个房间 房间里有一块木板 是睡觉的地方 木板的一头是便吃 为了防止犯人受不了折磨 撞墙自杀 墙壁三米以下 都沾满了海面 到了小号 狱警就拿着电颈棍 让我当着他们的面 把衣服脱光 我不脱 他们就硬扯我的衣服 逼着我把衣服脱光 还 还逼我 站在监控下 做蹲起动作 当时 我就感觉受尽了羞辱 我本能地 就用手遮住身体 想蹲在地上遮羞 可还没等我蹲下 他们就硬掰开我的胳膊 还羞辱我 说 搂什么搂 都到这儿了 还要什么脸 真是太邪恶了 是 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咬着牙 没让眼里流下来 等他们检查完 才让我光着身子回小号 到了小号 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后来 狱警还让我在里面占军资 从早上五点 一直占到晚上十点 他还指使犯人监视我 只要我动一下 不是挨骂就是挨打 站时间长了 我的脚 肿得像面包一样 他们还经常 变着发的智我 看我不顺眼 就是暴打一顿 有一次 有一次 四五个犯人就拥进来 有一个人就拽着我的头发 另外两个人 就来回杀我耳光 还有一个人 就使劲地捏着我的胸 我感觉像针扎一样疼 他们还嘲笑说 让你的神来救你啊 我恨透了这黄恶魔 又想到 还不知道他们这样 折磨羞辱我到什么时候 我一分钟都不想 在那里待了 我就想一头撞死 但是 小浩墙上都扎满了海绵 根本撞不死 隔壁小浩的犯人 受不了折磨 撞墙自尽 不但没死成 头还被戴上了头套 嘴也被塞住了 我要是死不成 还得遭更大的罪 想到这儿 我就更痛苦了 就在我软弱的时候 我想到了一首神话诗歌 现在多数人认识不到 人为受苦没有价值 心神受逼迫世界也齐绝 家里也不平安 前途黯淡 有些人痛苦到一个地步 痛苦到一个地步 都想到死 这哪有爱神的心 这样的人是我能费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使诺若无能知人 使诺若无能知人 神把不得人能爱他 但人越爱他手的苦越大 越爱他手的失恋越大 越爱他手的失恋越大 所以你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 得为神做见证 苦在大也应走到底 苦在大也应走到底 哪怕最后有一口气 也要为神中心人生摆布 这才叫真是爱神 这才叫刚强相良的见证 阿门 阿门 揣摩着神的话 我看到自己真是太懦弱了 受点苦 受点屈辱 就想要寻死 这哪有一点见证 我得好好活着 站住见证 满足神 羞辱撒旦 阿门 我就放弃了死的念头 愿意祷告依靠神 去经历这下的环境 感谢神 感谢神 后来环境就强迫我们 带标志牌 标志牌上面写的是 亵渎神的话 我不肯带 他们就让犯人 把我按坐在一个凳子上 那个凳子特别硬 很个人 他们就用月术袋 把我的手脚捆住 一动都不能动 强行给我带标志牌 还得意地说 你不是不带吗 有办法让你带 就这样 他们从早上五点 一直到晚上十点 捆了我十七个小时 当时我的屁股 疼得都受不了 手肿得也很高 又累又困 眼睛都睁不开了 犯人就威胁我 不让我闭眼 我要是闭眼 就往我的眼睛里面 撒辣椒面 也太很多了 是 我就强撑着不敢闭眼 可是过了一会儿 我实在撑不住了 我就不由自主地想闭眼 犯人就用手硬掰我的眼皮 吃饭的时候 他们也不给我松绑 本来饭菜就很少 本来饭菜就很少 饭人就端着碗 往我嘴里塞了两口 没让我吃完就端走了 有时候就连着往我嘴里塞 我根本来不及咽 他们就辱骂我 后来 我不想因着吃饭 再受他们的羞辱 我就不吃了 我不吃 他们就狠狠地杀我耳光 我想上厕所 他们也不让我上 我憋得肚子疼 因为长时间憋尿 我的尿道神经失常 等松满后 我已经尿不出来了 在里面 我第一次体尝到了 什么叫生不如死 真是一帮魔鬼 变着法地折磨人 是啊 中共的监狱 就是人间地狱啊 是 在小浩的那段时间 玉景还经常用恶行折磨我 每次只给我吃 一个鸡蛋大的小馒头 一小勺汤 有时候馒头 还得被他们掰掉一块 吃饭的时候 我就特别小心 什么还一个馒头渣 掉在地上 我经常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响 胃也很疼 我就听到 犯人在旁边 搅饭菜的声音 我就想 啥时候 我也能像他们一样 端着一碗饭吃呀 有时候 他们把饭菜 倒进垃圾桶便吃 就是糟蹋了也不让我吃 我就直勾勾地 看着垃圾桶里的饭菜 我就特别想捡起来 但是看到上面的监控 又看看身边的犯人 我又不敢捡 担心怕吃不到嘴里 又被暴打一顿 我经常饿得肚子难受 做梦都想吃一顿饱饭 不光这样 就连喝水也都受限制 早上只给一次水 还特别少 那个时候是八月份 天气最热的时候 我口渴的难受 有一次 他们 他们 就往我喝的水里放叶毛 很恶心 犯人就站在门口看着我 我要是不喝 以后就再也不给我水喝了 我就强撑着把水喝了 他们看我把水喝了 又是羞辱我一顿 真是太邪门了 是啊 他们每天除了折磨我的肉体 还经常骂我 说低级下流的话 还说亵渎神的话 我心里特别痛苦 就像痛哭一场 但是又怕他们塞住我的嘴 我又不敢发出声音 只能默默地流眼泪 看管我的犯人看到 就对我大声吼 哭什么苦 再哭就把你拉到广场上 把光你的衣服 让全监狱的人都看看你 听到他这样说 我特别害怕 这帮魔鬼凶残邪恶 万一他们真把我 拉到广场上 脱光我的衣服 我还怎么活呀 想到这儿 我就不敢再哭了 那段时间 我常常感觉精神恍惚 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我一分一秒 都不愿意待在那里了 我又想到 心脑班主任说了一句话 你要不信神 能受这罪啊 当时我心里特别软弱 不 我就想 是啊 我要不信神 也不会受这罪啊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里面特别黑暗 我突然意识到 我中了撒旦的诡计 我信神总人生正道 却被共产党抓捕 明明是他们折磨摧残我 还说我是因为信神受的苦 把我受的苦 都架活在神的头上 他们真是太卑鄙无耻了 是啊 我不但不恨恶他们 还相信他们的鬼话 我这不是认贼做父吗 我就赶紧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神啊 我因着肉体的软弱 相信了撒旦的鬼话 我真是太悖逆了 我愿意向你悔改 求你带领我 能明白你的心意 阿们 祷告后 我就想到一段神的话 神越熬恋人 使人的心越能爱神 人的心受痛苦 对人的生命都有益处 更能安静在神面前 与神的关系更密切 更能看见神极大的爱 看见神极大的拯救 彼得经历数百次熬恋 约伯也几经试炼 你们要想被神成全 也得经历百次熬恋 也必须经过这个过程 必须借着这个步骤 才能满足神的心意 才能达到被神成全 熬恋 是神成全人的最好方式 只有借着熬恋 借着痛苦的试炼 才能使人心里 对神发出真实的爱 没有苦难 人对神就没有真实的爱 里面没有试炼 没有真实的熬恋灵道 人的心总是在外面飘着 受熬恋到一个地步 你看见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难处 看见自己的缺少太多 遇到许多难处都胜不过去 看见自己的悖逆太多 失恋之中 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的实在情形 失恋更能成全人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我被抓捕 遭受折磨摧残 这有神的许可 也有神的美意 神是借着试炼患难 来熬恋我 让我看到自己的缺少 以往我嘴上说 愿意追求爱神满足神 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但是现在 临到肉体受苦了 我就总想逃避 还发怨言埋怨神 我看到自己对神没有爱 没有一点信心 我的身量真是太小了 要是不借着环境的显明 我对自己根本没有认识 是 想到这儿 我就不觉得那么痛苦了 我愿意祷告依靠神 去经历这个环境 阿们 我就在心里跟神祷告 神啊 我知道你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好 我不再逃避这个环境了 我愿意为你做见证 阿们 我就在心里反复地唱 能记得住的神话与诗歌 心里有了信心和力量 我知道这是神的保守和爱 我心里不住地感谢神 感谢神 后来我听犯人说 正常人在小号里待上七天就受不了了 当时我已经待了二十多天了 我知道我能撑下来 这都是神的保守和带领 我心里不住地感谢神 感谢神 那次你在小号里待了多长时间 关押了我四十五天 才把我从小号里放出来 回到监区 姊妹们看我瘦得皮包骨头 都心疼得掉眼泪 他们就偷偷地给我奶粉饼 让我好好地补补身体 我感受到这是神对我的爱 是 后来我和姊妹在一起交通神话 又被他们发现了 监区队长又把我送进了小号 这次他们用同样的手段 折磨了我三十七天 从小号出来时 我整个人都已经脱向了 二零一六年的十二月份 我刑板释放 要不是借着祷告依靠神 我根本不能活着走出魔窟 是 出来后我才知道 未婚夫受不了舆论的压力 退婚了 回到家 警察还经常上门骚扰我 盘问我是不是还在信神 我就离开家出去尽本分了 嗯 经历共产党的残害 我彻底看清了 他们邪恶丑陋的嘴脸 就是仇恨神 低档神的恶魔 我从心里背叛弃绝他 阿们阿们 我更真实地体尝到了神的爱 是神的带领 让我一次次识破了撒旦的诡计 也是神的话加给我信心力量 使我胜过了恶魔的残害 经历过来 我真实地体尝到了神话语的权柄能力 对神更有信心了 不管以后经历多少痛苦患难 我都铁心跟随全能神 尽好本分环保神爱 感谢神 就你患难失恋受了些苦 但能有这些收获 这就是神的祝福啊 是啊 感谢神 感谢神